何欣 你怎么浑身发抖啊 肯定有安全啊 躲这儿了吗 不过你 咱们先上去吧 出汗了 我们被监听了 大 没事吧 没事 在这儿 贾辉通过我所有的来访者 还有亲朋好友 摸清了我的底线 干扰了我的生活还有工作 我一直都不愿意吧 像李云师姐这么有天分 又克制的心理咨询师 怎么会爱上自己的来访者 师姐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的一个朋友 你能够被拘留几天 这个朋友你也认识 叶贾辉 说中你的问题有什么诉求 我可以帮你解决 我女朋友不给我名分 这能治吗 那你女朋友有很大的问题 兄弟 小伙 能治 我昨天跟秦开义 我们俩这样了 我们俩这样了 你接触贺顿有一段时间了吧 有时候手上这个道刺 一天不拔掉 晓鸥老师 一天就不舒服 您是鸡鸣聪的学生 在真相还没出来之前 您这么帮她说话 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前海市心理学后会长鸡鸣聪 预先发表公开道歉声明 称自己曾在专业领域 犯下重要错误 为此行为 对当事人 及学界造成的影响 我身比较歉意 这样的选择 无论是对于她还是我 也许是最好的 傅阿姨 您最近有坚持是样的 我刚才在取奥的时候 在取奥的登记表上 看到了鸡教授的名字 所以我们之前推断的没有错 傅棠就是鸡教授 一直在暗中保护和研究的 那个病人 送她到精神病院的人 就是鸡教授 而那个孩子 就是叶家伙 何顿 你想知道的 都在这里面了 我觉得身为朋友 我之前不够关心你 如果你真心把我当朋友 你可以跟我倾诉 我最讨厌的就是 你用这种怜悯的感觉看着我 我跟你不一样 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全世界都需要你的成绩 你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他在接受治疗 但是还是忘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现在不记得我 找到了 傅阿姨 你找到什么了 能不能拿过来 给我们一起看一看 您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 您是家辉养父这件事情 我不是叶家辉养父 更不可能把佛堂 送进精神病院 可是叶家辉 他为什么会那么憎恨他呢 家辉的养父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所以傅堂嘴里 家辉的养父 应该是另有情人 你能带来找我 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我找个人 那世上还有你业绩成 找不到的人 我太太 傅堂 你不是说 这次会告诉我们 那个故事的结局吗 那一天 女孩偷偷吃药的事情 还是被发现 跟我说清楚 这药米和成分 不然我就通报药监局 说你违规用药 你在犯罪 你知不知道 他前两瓶石头自杀 怎么打得一年不动 你竟然没落实 所以咨询师认为 是他让女孩的状态 有所耗着 可是只要是认为 如果没有他的药 女孩可能早就不行了 家外是谁的孩子 当然是我的孩子 当年你离开我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怀孕了 妈 你回来了啊 当时我今天没状态了 你可打算你让我多做爸爸的 不是我爸爸 你能知道他是不是真气对你的吗 他如果是真气对你他当时为什么就走了呢 他现在想跟我们和好跟你和解跟我和解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不认为他 我不是恨他 伤害了我 我不是恨他 伤害了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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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犯什么病了 我犯什么病 我问你 你这要离婚吗 帅 帅 帅 打 打 打 到底是你不想过 还是我不想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暂时inizを架に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